形状各异的珊瑚在水中 随着海流左右摇曳 就像在寒热大雨打招呼 绕到另一边除了鹿角珊瑚 软珊瑚还有曲纹珊瑚 更出现令人惊喜的紫色珊瑚 缤纷又充满生机 这里是澳洲大宝礁 而这里却失去颜色 破碎的珊瑚礁如同满地枯枝 也是澳洲大宝礁 美丽的大宝礁开始变调 是因为连续四年遭到重创 2014年和2015年 有两大飓风侵袭 2016年和2017年 热浪接力来袭 大宝礁的新珊瑚数量 因此减少89% 我试图地改变 但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能看到它的效果 在我的生日期中 我做了我的学生 那是非常嚴重的 研究显示 全球暖化有93%发生在海洋 澳洲气象局记录到 2016年4月 出现27.9度的水温 创下有史以来最热记录 珊瑚因此大量死亡 它需要时间回复 这就是我的恐惧 因为高度的水温 就是在温度上 我们不会让海洋 需要回复 珊瑚对温度非常敏感 一旦遇到水温突然上升 珊瑚虫为了保护自己 不得不把海藻排出体外 形成珊瑚白化 不过这时珊瑚还不会死亡 只要海水降温够快 珊瑚虫就会再次吸收海藻 恢复生机 万一珊瑚死亡 那么珊瑚礁的恢复期 可能长达10年以上 大家新闻 黄敬庭编译